今天早上邱建良录了一段视频,表示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评论,为自己获胜赛后发言,表示道歉,当时赢得了比赛。 情绪很激动,非常兴奋,引起了误会,自己表达方式有问题,自己的本意是希望自由补击和拳击,能发展得越来越好,对于拳击手的挑战,自己愿意接受,不服就打,其实这场自由补击和拳击的口水仗,导火索是邱建良,估计幕后的策划,应该是郭成东,应该就是希望火一把,代代荣耀似大天王的人气。 郭成东可能希望打跨界比赛,所以山峰点火,还提出了比赛规则,前三局全击规则,后三局自由搏击规则,自己制定规则,打我们的比赛,不看外国人的规则,感觉挺可笑的。 郭成东是个推广大师,有非常成功打案例,曾经在武林峰担任市场总监,把一龙从一个草根捧成了中国最能打的少林武僧。 中国功夫的代表,中国的配欧之王,一龙获得了粉丝的认可,得到了荣耀,成为了中国自由搏击出场费最高的人,出场费一百万,选普通选手几时桥接。 那到底一龙厉害吗?大普通选手猛如虎,遇到了职业选手,比如西题材,鲨鱼了,一龙直接变成沙袋了。 郭成东现在换了平台,要包装勇士荣耀旗下的拳手,还是希望能脚踏实地的推广,不要靠点滴别人,靠打口水仗而红。 看到很多网友的留言,说中国拳击不行,这确实是事实,因为拳击要,比自由搏击难得多,自由搏击好比脚重运动,是鸟枪,而拳击是大炮,不是一个当次的东西。 好比中国足球不行,没有冲出亚洲,中国乒乓球厉害,没见打乒乓球的去调侃点击踢足球的。